大家好我是王炳森 我讲个风格是只讲干货不说废话 这节呢我们讲一个话题 这个话题呢其实也是一个 一有一个提问 他就说我发现了就是很多的天才 容易得抑郁症甚至是疯狂 这个是什么原因 咱们能不能从医学或者是命理学上来解释 其实这个现象是非常非常普遍的 我们无论是从心理学精神病学来解释 都是可以理解的 比如说天才一般的来说聪明的人 他因为他很聪明 他就想比别人做的要好 他就会追求完美 这就是天才的特征 那么他在追求完美的过程当中 他就会给自己的压力非常大 那么这种压力一大 而且呢他自认为自视甚高 他跟周围的环境是没有一个交流的 他也觉得看不上别人 他没有交流 那么他的这种压力 他就没有释放的空间 那么可能就会精神崩溃 而且天才都觉得自己自视甚高 他觉得一开始的时候 他无论是学习啊还是做一些事情 他只要靠自己的聪明才智 都是能够成功的 但是他走向社会之后 他发现只靠聪明才智 很多事情是没法办成的 比如说你创立一个企业 或者说一项工作 要很多人协助才能完成 而不是你一个人就能完成的 那么你只靠你的天才 你就处处碰壁 那就可能会怀疑自己 甚至我们说的这种幻想啊幻觉啊 这种无力感就会产生 另外人都是这样的 就是人会偏重于发展某一方面 别的方面就会忽视 只要必然是天天用你的右手 那你的左手 那就不太敏捷了 是吧 天才智商很高 那么他就用自己的聪明 那么他的情商就比较弱了 他也懒于去用情商 是吧 所以说这种人呢 他就是智商高情商高 他自以为是 自命清高 而且这种人呢 长期以来 他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 因为他自己比较聪明吧 他自然就是以自我为中心 有时候可能只考虑自己 而忽略了别人 所以说可能别人呢 就觉得天才很怪异 接受不了 那么天才呢 也会逐渐的走向封闭 就这个意思 另外呢 如果咱们从命运的角度来讲呢 就是天才呢 就是他比如说都商官是比较旺的 一般来说商官是很旺的 那么这种商官旺的人 他就是自视甚高 就看不起别人 那么也不容易这个事上 不容易这个事上 那么久而久之别人也不喜欢他 他也不屑于去跟别人交往 那么最终就会走向一种封闭 那么走向封闭之后 他与社会的这个流通就中断了 所以这个八字来说 他就不能够循环 不能够流通 就会欲解 这种欲解 比如现在疾病上 我们就是癌症 比如现在心理上 就是这种精神的压抑 这种精神的抑郁 特别是天才如果时商特别旺的话 他一旦遇到了消神夺食 这个相对于他的这种 才智发挥的这个口子给他给盖住了 那么这个火山就喷不出来 他就会引发内部的一种非常猛烈的一种反应 这种猛烈的反应 就会导致他的精神系统 神经系统 自我认知体系就会崩溃 那么来说天才呢 他有可能变成一个疯子 所以说天才跟疯子之间 往往就是有一线之隔 就在于这个地方 所以说 我们说儒家讲究这种修身养性 讲究中道而行 讲究做任何事情 可以去做得非常好 要追求完美 但是不能够过了这个极点 这个极点一过 那就从阳变成了阴 或者从银变成了阳 量变引起质变 那可能就产生不可逆转的 一个反应 这东西一旦不肯逆转了之后 那么你就永远在那边了 而不是这边了 就现在你变成了疯子了 你就不可能再变回来了 你就只能在精神病医院 度过自己的余生了 好了 这节课关于这个话题呢 我们先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